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妙用应用在一切元七法里面 知见就是我泄脱里面本身还有剥热的智慧 泄脱的知见 这个就是泄脱知见分 五分法师里面的泄脱知见分 本来就是具足的 意思就是说 本来这个知见是绝对平等空性的清静心 理智就是我强迫自己 因为习气因为无名的习惯性 理智就是加一个不必要的观念下去 问题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不必要的观念下去 加一个不必要的观念是什么呢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人很可恶 很可恶 如果我用泄脱知见分里面讲 可恶的本身也是空性 你让他可恶 今年可恶 明年可恶 三年后可恶 你就是可恶 可恶不会到一百年 可恶本身就是空 你用一种痛恨心去恨这个可恶的人 你就是立一个知见 立一个错误的知见 立一个错误的知见 天地万物 我们法身本来无所不知 不需要立任何的知见 但是因为动到念头 想要使他更清楚 就是这个道理 想要使一件事情明朗化 想要使一件事情彻底化 那么变成说 立加上一个 这个立 立就是加 加上一个不必要的知见 简单讲 就是头上安头 知见就是头 头就可以记住 一切的清净的脑子里面 五官 色身相会处 都可以很清楚的 看得很清楚 知见就是头 立就是加上一个头 你头上加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 所以师父一直告诉你们 告诉大家 当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 你不要动一个念头说 我要去抗拒他 我要去逃避他 这个逃避不了的 事情的真相 你今天你碰到无量的逆境 因为不能改变 比如说你结婚 你的婚姻不如意 那你就必须认命 比如说你今天 你看片的名医 而你的病苦 一样没有办法好 你就必须认命 没有办法 我很认真的赚钱 可是我怎么赚都赚不了钱 那你就必须认命 你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知见就好了 不要立一个字 立一个怎么样 我不满现实社会 那就变成痛苦 更加的一成的痛苦 生命已经不幸了 加上一种错误 双重的不幸 生命就是双重的不幸的产物 你的不幸已经够可怜了 你今天的遭遇 值得人家同情的 可是你今天一直发牢骚 一直抱怨 你今天的遭遇 变成这样 双重的痛苦 知见立志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轻轻静静的本性真心 不需要你立任何的知见 因为法身本来就有剥落的知见 所以清静的知见 而我们现在在这边 立志 这是加一层不必要的观念 那么这一层不必要的观念 就是我法恶之 加上这一层观念就开始定位 开始定位 我是你非 我善 你恶 我大 你小 对不对 我是天 你是地 我是清静的人 你是染污的人 我吃戒 你饭戒 就到处随处都是看到一种攻击性的观念 回顾 因为定位 因为加上知见 那么这样子就是苦恼无量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摆脱 就是加上我执法子 所以修行就是做两个字的功夫 放下 你很亲自的看到 我去看 看个清静静静静的 你看个天 听个清静静静静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这样子 很轻轻的去接受它 就没事 没事 我们凡夫就是 没事的东西 他应该把它搞成有事 单身的事情 要把它搞得很复杂 这个就是凡夫